新鮮魚 經常試駕歐洲 SUV 實在有點悶 向日產借來 X-Trail 場測 這輛三十萬都不用的日本 SUV 性價比真的沒得歎 X-Trail 的外形並不是肌肉影 線條停塞 一看就知是家庭車的女結 而且體積龐大之外,車身亦頗長 可以聯想到空間多麼寬敞 作為一輛家庭的 SUV 這輛車有一個挺貼心的賣點 就是當你拿著的車時 只要掃一下車尾箱的紅外線感應位 車尾就會自己升起 非常貼心 五人座位不夠坐的話 只要拉起尾箱的兩個位 立即變回七人車格局 但是空間實在有點窄 未必有人願意坐 動力方面,用2000cc 直四引擎 馬力輸出達到 144 匹 200 Nm 風直扭力 說真的,實在有點不夠力 尤其這輛 SUV 體積龐大 但配合 X-Tronic CVT 起步、加速等等 即是能夠說是剛剛好夠用 不過,特地走轉藍身圍 試懸掛避震 就實在起出望外 這輛車雖然不完全為四驅而生 但它的避震也儘量做到非常不錯 平衡也挺高 看看我們現在走一個不平的路面時 其實它的起伏程度 其實都舒服 都是屬於舒適的狀態 另外,借回來幾天 走最長的路 可以說是由將軍路到南深圍內 會近百多公里 整輛車當時只剩下半缸油 走完後,竟然只用了三分一多一點 計算一下,每100公里 即是7.5公升 要多少油錢呢? 大約只是一元一公里 作為家庭SUV 空間實用性及油耗的表現都非常好 只是若然馬力能夠再增大一點 令上車及起步更爽快便完美 再次回到你了